为了反对台东美丽湾度假春 环保团体与艺文人士将在7月28号 展开一场只有星星与海浪的沙滩音乐盛会 17号上午都为知名歌手出席记者会 包括张璇、巴奈、菲尔乐团与董事长乐团 他们都呼吁应该立即拆除美丽湾 被受嘱咐的台东美丽湾度假春BOT案 今年1月被高等行政法院判决开发违法 时正义战时落幕后 台东县政府6月再度做出还评补件再审的决议 引起民间团体相当大的反弹 称美丽湾度假春是史上最扯的违法观光饭店 为了留住台湾的最后一块净土 反对大规模开发东海岸的环保团体 与多位知名歌手28号将在台东山源湾 举办一场别开生命的夏日音乐会 强调这市场没有灯光特效 只有海洋与星星的夏日饗宴 17号有许多音乐人出席记者会 包括歌手巴奈、张璇、菲尔乐团 以及董事长乐团等 他们纷纷表示 只要去过一次 就许久不能忘怀东海岸的美 他们呼吁民众共同守护自然美景 反对大型开发案 张璇说 我想说的其实是那么的多 但是我其实最需要的 其实这是美丽湾最需要的 就是我需要更多人过去一次 亲眼看一看 台湾其实有多少地方不需要开发案 其实更需要的是政府政策的维护 人在中国大陆演出而不刻出席记者会的 音乐大师李忠胜 也特别透过影片现声 他表示 他热爱台湾这个家乡 也认为发展绝对不只是盖房子 他希望台东的好山好水 能够留给下一代 六广记者声哑文台北采访报导